对于姑娘来说 很重要对吗 对不起我 你把她藏哪了 你应该都已经找了她两年多了吧 老人们常说 抢扭的瓜不甜 看来是有道理的 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放下执念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结局 你还会执着当年的选择吗 相信都会说不会 所以死过一次的话前 绝不要再走老路 绝不会再去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作为多管的女儿 她已经拥有了很多 不想再去抢中叶兰 这样所有人都不会幸福 仲叶兰爱的人是沐瑶 那就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华浅愿意默默地离开 也愿意为之前做的错事付出代价 只求不要牵连她的家人 对于性情突然大变的华浅 仲叶兰竟然有些不舍得她离开 所以迟迟不肯同意合理 华浅只好找仲西武帮忙 作为家主她说的话 仲叶兰肯定会听 只是华浅没料到仲西武喜欢她 确实帮助她成功合理 但却要把华浅拴在自己身边 华浅对仲西武印象确实很好 嫁给她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 可是华浅知道 长公主不会接受自己 而仲叶兰也一直揪着沐家的事不放 华浅放火 自焚偿还欠沐家的 所有人都认为她死了 那是她的小迷地华荣舟 始终坚信华浅还活着 不分昼夜 足足找了她两年 华荣舟怀疑 是仲西武把华浅藏起来了 就算藏起来 如果能重新开始也是好事 又何必追究得太明白 你们觉得华浅最后会选择 欢迎留言发表你们的想法 记得给小编点个关注哦